好的欢迎回来 那我们都知道 吕刚有一副好嗓子 其实呢 他有超强的模仿能力 这可能是您不知道的 从小呢 他就特别喜欢模仿 而且是唯妙唯笑 我们呢准备了一段VCR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那块经常集市里 会有那二人转大台 要回来之后 我也拿着毛巾 拧来拧去的跟我妈唱 从小他就是模仿 谁唱的 电视的 或者是特意 跟那边看什么节目 回家就学 看模仿力挺 你看鱼刚妈妈都说了 你的模仿能力超强 你也没有否认呀 那今天来了播报 不简易一下 那真走不了 我们准备了几段 你先看一看好吗 来看个VCR 使用双截棍 如果我要新冠 我愿意不及 你身上新冠 快使用双截棍 如果我有轻功 飞檐走壁 我妹学 挺好 过吧 就是有点东北口音 快使 快使用双截棍 呼呼 哇嘿 习武之人切 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你拿手的给我模仿一个呀 哎呀 你拿手的给我模仿一个呀 哎呀 其实我妈就给我给我推火炉里了 我就记着十多年前吧 十多年前 然后在夜总会或者歌廷跑场的时候 别人去去要攻攻场子 就是说自我推荐的时候 人问我会什么 我就说会的挺多 当时我用手给大家吹了一个小曲子 哦 是吗 对 手 嗯 试试啊 很多年 呃 像 索纳 索纳 太像了 那今天呢 我们十位观众 也是浴缸的粉丝来到现场 机会难得啊 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可以了 来问鱼缸了 呃 你以后生孩子 能像你一样的男扮女装唱反串吗 你怎么知道他生儿子啊 哈哈哈哈 都定了姓了 如果他是这块料的话 我肯定会支持他 哎呀 为什么呢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人生 我自己都想了 从中国最最低最低的一个自然村 一个农村 来到了北京 又唱到了西里 我就感觉 人生该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如果说我以后真的有子女有孩子来讲 我还是以往 还是一样 希望他有一个非常斑斓的这样的人生 经历非常多的一个人生 我是这么想 您希望把你的幸运传下去哈 还有问题吗 我特别喜欢你 倒是没什么别的问题 就想特别和你唱一首歌 合唱是吗 是吧 哪首歌呀 插人转吧 插人转 你也是东北的吗 我东北的 是哪个地方 黑鹿娘那个啊 正愿你来是新年儿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家家团圆会呀 到底给老的百年儿啊 叶夫轮啊 南河女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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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听了我们的流星口 不行你赶紧给我听了 我说孙子 乃琳听完这一个女儿听啥听了 就特别声音了 你赶紧唱一首 谢谢 哎呀太好 唱一首啊 说什么奉劝作鬼 怕什么戒律轻轨 你赶紧唱一首 你赶紧唱一首